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我在那每次去都有一些朋友也有一些官员 我就一直在跟他们联系想知道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刚刚一听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心里的那个疼就是因为那地方太漂亮了 双科一定知道就是我们青藏高原上的特色在那是集中的表现 我们大家想的是蓝天白云 它那是三条大江 这个长江叫通天河在那 就是在阳光照射下泛着全是那种白色的浪花 这个长江 这个蓝藏江呢 它是旁边的是那个红色的这种岩石和土 下过了雨以后 一条红色的大河 而黄河在那呢 是青色的绿色的 就这条三条大河 就是现在我们起码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是看不到这三条大河本来的颜色 咱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 我们导演给出一下 你看这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地震之前的人居啊 这个山清水绿的 然后再看下一张 这是玛尼堆 听说这里啊 三百年的玛尼堆 这个这个玛尼石超过二十亿 二十五亿 二十五亿块 二十五亿块 上面全写的六字真言 你看三江园 这就是咱们的就母亲河的源头 通天河 就是那个唐僧取经在这传翻了 然后晒经的地方 咱们再看下边 这是现在僧人啊 在那里这个超度地震的亡灵 而且啊 我还注意到这个微博呀 现在这个微博也在直播那个地方的状况 现在微博很多网络在讲 在讲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它真的是像汪老师讲的非常的美丽 我曾经给一些朋友介绍说 这是摄影人的天堂 因为这个地方啊 不仅仅是浓缩的青藏高原的精华 它是有极强的自然的代表性 比方我们都在讲青藏高原怎么形成的 你就从这能看到 百块怎么样推挤推压 客家能看见 我们普通的民众 甚至一个摄影人 一个旅行者 你真正的能感受到 什么叫高原风光 什么叫高原的风采 不仅说 你看一条 在这么狭窄的范围内 三条大江的源头 穿流而过 这样级别的大江 而且在这次的这个玉树藏族自治州啊 这个地震发生的核心的玉树线 玉树线里面有两条大江 一个呢 它西部是蓝藏江 它的东部是长江的源头 穿流而过 它整个的这个这个源头啊 因为它源头地带 所有的水汽啊 它是一种帅雨 帅雨状的 一个羽毛一样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所以这就构成了这个地震以后啊 交通之控难 它的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 只有一条主要的的公路 叫做国道214 214 214 那么现在它就意味着什么呢 从西宁上来的 从成都上来的 全都要回在这儿 救援的物资人员 所有的只汇聚在这个地方 车都堵在一块儿 刚才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小棚子就是节骨镇 他们的首府的所在地 就是25一块吧 一时就是节骨镇 咱们可以看看啊 这个微博上 你可以感觉到现在的情况 你比如说有人说 紧急需要大量懂玉树 康巴藏语的翻译 请找杨精大夫 有人说急需手电筒 蜡烛 素饰面 被褥帐篷和药物 我想给大家看一下的是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李栓科 老师 你这两天的一个微博 说玉树大地震很强烈 那地方是摄影人最喜爱的 我去过不下五次 刚接当地老友一电话 他的亲人一死一伤 瞬即浑身发抖 我除了安慰 就是反复说 我能帮这帮那的 可他除了长时间低声抽气 什么话都没有 也许我嘴笨 本来就不会安慰人 也许人在极度悲伤时 就需要个人陪着或气宿 是这样的 因为当时他跟我打了电话以后 我们也都很震惊 也是当年在那儿 跟我有很大帮助的一个当地的朋友 当地的人是非常的朴素 非常地善良 我们当年在那儿 无论是参加青藏队的那种考察 还是以后的一些考察 一些其他的试验工作 当地人当你走进他的帐篷 你进他的家门 他根本跟你素不相识 他不知道不问你的来历 不问你要干什么 酥油茶 赶上了 要吃饭了 把最好的给你吃 家里可能就是一个 一双像样的筷子 一个好一点的碗 待客用的好 一定给你 晚上如果你要留宿 他会把最好的被窝给你 他根本不问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们当年在考察队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 你这科考察 我一个研究地貌的人 你研究地貌 变化跟他有什么关系 不问 他也不会打定说 你对我还会有什么其他的 所以当时我第一听到这以后 我真是 我说不知道我能说什么 我想我后来我自己的反思 我说我自己 我们可能也太庸俗 我们一接到这个 或者曾经认识朋友 发生了一些这样的灾难 我们是在想 不知道 本身我们真的很笨 不知道说什么 有种无力感 我们想说 我会有这个 我会给你这个 给你给你那个 给你那个 以为我们说 用物质的方法 可以抚平人家的 这种 创伤 其实根本不是 我后来我才 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 他不再哭泣了 他说 我就挂了 没有了 但是我突然醒悟 他真的是需要 有人听他 有人听他跟这说话 有人听着他 跟他嚎嚎大哭 他没有别的 他说了半天 没有讲别的 心理 所以那一个瞬间 我真的是很 其实我这两天 接到的还有很多 就是说 现在因为 其实预数是很小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 运去了很多的物资 我的一朋友 甚至说 二十年的 那个有些东西 可能都用了 但是现在的 这个通天河大峡谷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一个那个 这个地震的影响 非常大 我们都知道 这些地方住的是 非常分散的 这种分散的 它也有寺庙 也有这些牧民 对 要救援 要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着急 就是希望有能力的 去的这些人 或者媒体 应该去关注一下 这些地方 是 整个通天河大峡谷的 这个现在的报道 非常少 而且我看到这个 有这个微博上人讲 我弄不清 那个地方的地理状况 说在这个什么 节骨镇 什么多少里地之外 有一个地方 那儿现在完全没有 什么救援 都叫龙宝滩 这个龙宝滩 龙宝镇 就是它是一个 黑井鹤的自然保护区 就是全世界有15种鹤 我们中国特有的两种 丹顶鹤和黑井鹤 而这个黑井鹤的 夏天繁育的 就生小鹤的地方 龙宝滩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其实就是凤凰 还有一个编导 叫富永 他们的那个设置组 当时就在那儿了 整个的那个 全部房子都塌了 全部被毁掉了 那个是我们大概保护了 我印象那个 战航上建立 有21年的时间了 它在这个鸟类保护 在整个生态系统的重建 在科学研究方面 那个是一个标志性的 一个点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像你刚才提到 有很多房子塌掉了 包括一些寺院也塌掉了 是没有这种一定的 这个防证的设计 是源于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在青藏高原 这么一个刚性的 或者相对这个地点 会有这么残烈的大地震 因为它的发生 是瞬间发生的 可是这个地方 别人说以前也 73年79年 都有过六级 七级的地震 曾经有过六七级地震 但是呢 它的震源深度 也许是深一点 因为我没有看到 这方面的资料 我知道 有记录这个 他们当时的破坏力 就所谓的破解的力 也没有这么大 这次呢 它发生的这个 无论是P波 还是S波 应该是强度很大的 就纵波 横波 你说的这个 咱们正要请教一下 你这个地质学家了 我是听到一些话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留言 一个说是这个 它跟汶川大地震 有地质关联 再一个就是挺吓人的 说从这次 玉树地震开始 中国大陆进入这个一个地震 火焰期 但是又有人过几天又说呢 什么没进入火焰期 这个咱们广告之后 李老师得跟我们解释解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很多聊闲天的 它是立足玉树放眼全球啊 就是你看 正是最近冰岛 那个火山爆发 说是20个国家 这个航班进飞 进空 说是这次进空 比上次911造成的 这个冲击还大 就是不是现在这个 这个周末 波兰总统的那个葬礼吗 很多国家领袖 就因为这个去不了 对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 这个这个天灾啊 而且呢 这还是李商科老师的 这个微博了 讲 这么句话 我觉得也有点幽默吧 如果地球运动 进入新的活跃期 对现代中国经济 最大的威胁 就是房地产业的 突然衰落 这个话 这个话可能是 我来抢着他这个话 说一句 就是我这两天看 这个媒体报道吧 就是包括国家地震局的 还有各 我可以说是各路专家 不同的观点 就像你刚才说的 跟汶川有关 但是我知道 双科说没有关 我是不是就说我们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对青藏高原的了解太少了 就世界如此之重要 人家说是解开地球世界的 解开这个地球奥妙的钥匙 可是现在发生这么大地震 他说一个观点 他说一个观点 我觉得是我们人类呢 是这样 我们呢 对于我们这个 整个认识路上来讲 我们首先能认识的 能处 能预测的是我们能感知到 通过我们无论说触觉 还是嗅觉 还是视觉 能感知到的人才能预测 因此呢 我用在地震上来讲 我有一个观点 一个俗话叫 我们人类上天有路 入地无门 我们上天 台海一望 你可以看到几十米几百米 再不济了 你看个三五米都没问题 你站起来 每个人高一米多 这一米多的空间 你都能感知到 但是我问一下 谁说我低头一望 我能望见一米两米 望见四季的脚 那你就瞎说 因此呢 这就是说我们人类 为什么对地震 至今我们都不能说 地震能有预报 如果谁要讲地震预报 那我相信 这一定是所谓的 因为有成千三万的人在做梦 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做梦 全世界有多少人 天天在提这样那样的预测 如果一件事情 就像说 打我出生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你会哪天哪天死去 全世界几十亿人 每人给一个答案 一定有几个人正确的 当我死去的时候 一定有人站出来说 我几十年就对他做了预测 我认为这根本跟科学无关 因为我们认识用的缺陷就在这 但是呢 到底是不是呢 我认为现在真实应该是 进行到活跃器了 至少从我的看法来讲 比方说我们有一组 我查到了一组数据 我们看一下 这组数据是怎么讲的 是说呢 这个从2009年7月15号 到现在的9个月的时间内 全球呢 共发生了24次 24次以上的地震 平均每个月的话呢 有2.6次 比上一个世纪 每年19次 每月1.6次的记录 高出了不少 另外呢 7.7级以上的地震 百年平均值 原来是每年两次 而最近的9个月 全球范围内 7.7级以上地震 发生了6次 这就是说呢 在加速 我认为呢 这个尽管这样的统计数据 也不能说明 毕竟时间是有限了 1.200年 不能说明 长期的地球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地球 都存在了几十亿年了 但是有一点 从整个怀太平洋地带 到冰岛 到我们现在 我们中国内陆的 这样的冰川 这样的地震 反复的发生 我认为一点呢 我们要警惕的是地球 全球的地球 地壳进入的活跃期 因为地球进入的活跃期的时候 它就是今天这儿动一动 明天那儿动一动 有些人是表现为火山喷发 有些人表现为 这种一味错动 有些人就会表现为地震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信封地球 是一个百块构造 什么是百块 它就是七个呢 是巨大的板块 其实呢 就跟我们人类的骨节一样 我们可能一个 有大大小小不同的骨节 这样的骨节 组成了一个地球 他们就是在这儿 因为大家是挤在一起 小兄弟们挤在一起 所以平安无事 假如其中 你挤我我挤起你 是的 假如其中一个关节 出现了问题 比方说或者断裂 或者错位 你知道会引起下面 哪会发生问题 都是很难想的 连锁反应 因为我们至今 我们科学是没有办法 对地震做出任何预测的 我们可以预测天气预报 因为你看得见 没得着 地下我们认识的时候 只有这个地方 修地铁 修房子 挖开几米几十米 一眼一望 看到了 盛晓蒙所有的认识 都是推测 间接推论 间接推论的东西 总是有长要短 所以不足以构成 预报的基础 可是现在你看 比如就说 现在的马力地震的当天 我看国家地震局 就出来说 现在云南 四川 这个青海 甘肃 都是进入了 这个飞险期 有很可能 在有的大的地震 最近你看一看 像我们这个华北平原 北镇周边的话 也会有地震 这个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因为它是会看到 因为我们长期的进行 对于地壳的引力 地磁地电等等的 一些跟地震 或者说跟地壳活动的力量 有关联的 有一些监测手段 它会反映出某一个地方 长期的一个趋势 就像那人说 北京这边前一段 不是谣言 安民告示 说地震专家会伤了 近期北京不会发生 什么破坏性地震 那这不也是一种预测吗 破坏性的地震 跟发生不发生地震 是两码事 怎么讲 破坏性的地震 是对于我们地表的建筑 对我们的生命财产有危害的 但是地震 是所谓的 只要动一动 震一动都叫地震 你会说 两点几级的 也算不算地震 也算地震 可是两点几级的地震 可能我们 就感觉不到 你太轻微感觉不到 一气能记不住 所以他们现在就说 是不是地球调到了震动档 我想是 就是手机 至少我看到的 也有一些科学家 或者有些研究机构 也在发出这样的警告 说是否 当然这是个质疑的意思了 是否全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 比方说我们看看 我们这次的预输大地震 刚刚发生 那么远隔千里外里 之外的冰岛 又一次更大的火山 火山有什么关系吗 火山都是地球内力的影响 那就是地球内部 已经不太平静了 它地球内部的 它的力量 它的硬力 它的地电 地热等等 地热的东西 集中的太多了 它要释放 它要释放 释放有很多形式 地震是一种形式 火山喷发也是一种形式 最近我还看到了 我们台湾省的 这个曾经有的泥火山 也出现了加速的冒泡 那就说明 它底下地球的力量多了 就像一个水沟似的 那个泥 咕嘟咕嘟的开锅 对 而且现在真是让 你像他就说 地球没再变暖 地球变冷了 甚至我看你的 有些解释形象的说 说是地震 像是地球 冷的打了个冷战 但是最近 你看我们这个媒体 我这媒体人 我就报道 什么海地大地震 智力大地震 什么中国西南大旱 我不知道是因为 媒体太发达了 显得好像 本来就是这么多 还是说真的地球 我是觉得 可能是 这个是两方面的 首先它有事实 有根据 比方说地震 干旱了 火山烹发了 或者说一些 冰架的一些变化 这是有自然事实的 第二个 的确现在媒体很发达 资讯我们来得很快 要如果说 我们没有现在的互联网 没有现在的广播电视 报纸杂志 微博等等的 这样的形态 我们要靠以往 靠电报 靠写信 我们恐怕这样的信息 传递的会很少 现在因为很快 那最根本的原因 这个事实 是作为前提的 这种事实 我觉得它之间 有些人之间 应该是有点 内在的联系之所在的 因为我们反观一下 地球的历史 地球从它的代生 到现在 它总是永远 最重要的力量 是靠它自身在推动 比方说它变冷和变冷 最重要 它自然的变化过程 因为现在科学家都承认 地球 无论是变冷 还是变冷 人类的影响 也就是5%而已 那95%呢 有差异 95%大概都是自然的过程了 那我们看一看 比方说改变地表的 最重要的是自然的改变 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 我们都在讲说 我们人对地表的破坏 这点我承认 这点是在我的脚底下 我能看得见的地方 人的影响巨大 比方说这个地方原来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原来应该是 一望无尽的农田 或者河道 现在我们把它填了 盖起了高楼大厦 我们每天在水泥的钢筋丛林里面 你觉得这些对整个的地球运动的影响很小 对它的影响微乎其微 你对你的局地影响很大 对当地影响很大 我想这个就像我们几个人坐在这桌子上 咱们都压在这 咱们的这个桌子影响很大 甚至会影响局部的地球的小小的引力改变 这理论上讲是有的 但是你要说我们仨人在这实际的一压 把整个北京压成什么样了 这恐怕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 我们不能低 我们不能过分的 我们要敬畏自然 我们不能放大我们自己的力量 我们看一看 大家都有做过飞机的经验 当飞机腾空而起 进入到一万米的高空的时候 谁还能看见地下人类伟大的建筑 伟大的建筑跟蚂蚁的巢穴一样 这就是人的作用 而你放眼能看得见的还是高山大川 还是河流湖海 当然咱们现在 这个还是谈谈玉树那个地方的人们这个受灾 大家都挺有这个爱心 不过我就有一个我的感觉 就是这个捐款这个事 弄得我有点烦 你说为什么吗 我得说 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我有一点 是好人 我有一点普通人的良心 那我也愿意 对吧 可是我老实讲 这个什么捐款门之类的这些事 不管谁对谁错 客观上给我带来的效果 就是我以后 不光是做坏事 要像做贼一样 做好事也得像做贼一样 你们为什么 我比如说前一阵 我看到我们凤凰网 说西南大汉 好我捐点钱 我是通过电话自动转账 那个名字就显示出来 后来我一看 他们在网上把捐款者的名字打出来 我又赶快给凤凰网打电话 我说你们得跟那个红十字会 还是打说 你不能把我的名字说出来 因为我怕又有人说你捐多捐少 这回也是 对这回也是我一看新浪网上 也是有个私缘什么工程还是什么的 我说捐吧 根捐的账号 我想来想去 想来想去 最后得了 我说我甭捐了 我让我家里人捐了 这就要不说中国是不是诚信危机 我也不敢随便怀疑中国这个慈善组织 可是我老觉得我这个钱捐下去 说实在也就是凭个人良心 谁知道他怎么用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钱 有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 甚至还是根本没有得到使用 当然我是不敢怀疑 但其实呢 这些大量的资源 为什么我刚才说 这个玉树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现在大量的资源就拥去了 可是这些资源 怎么分配到各个的这个事 就是说这些毛细血管 这些毛细血管承担者呢 是NGO 是民间 是志愿者 可是我们缺乏对这些的管理 或者是缺乏对这些的信任 培养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培训 这都是需要社会培训的 但是我觉得说呢 每次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呢 我呢总觉得说 只要有人这样 我多少要尽点心意 对对对 我是心意要尽的 至于说可能会存在 这样那样的问题 的确我也听到了 甚至说呢 我们也看到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相信啊 因为中国这方面的事情 我们就这几年 就这十来八年 刚刚兴起的 它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 大概我想我们再经过 一代两代人 或者再经过几十年 我们会合作出来 我觉得你这个 还是有个整个国家呀 还是发展中国家 各个系统啊 你还都没到人 发展国家那个程度 说实在的 我现在捐钱 就真的像你说的 尽点心意 眼睛一闭 反正就捐了 你都没不捐强吗 这次我们有些同事 张罗在那个地方的 有些行动 包括他们的采访 他们就做点事 我呢就说呢 你们能去 我很佩服 我能支持 我来这边 支持你们去做 年轻人嘛 年轻的兄弟姐妹们 一点爱心 一点青春的激情 一定要支持的 问题是呢 我坐在这儿 我不想他们到前方去 他们去了 可能用手 能帮着 坐在什么 其实我们的政府 应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